你慢点 小江 你慢点替小江 小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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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着雪的你慢点起呀 哥 你這次又來幹嘛 你上次是宋商量 你這次又要幹嘛 我搶的過得挺好的 江江 爸同意接受鹿蟲警了 你找個時間帶他去見一把 真的 哎那 那等我婆婆過來六十大獸 我就帶他去見一把 還有啊到時候你再來接我們 不過帶點客人 好都依你 哎我還有事啊我先走了 大小姐駕到通通閃開 下日雪的你慢點起啊 小小姐您這是懷孕了呀 恭喜啊 真的 我懷孕了 應該有七八週了 還不太穩定 你要多注意休息啊 啊謝謝醫生 要是把這個消息告訴重慶 他應該很開心吧 您好 請不要掛機 您撥打的電話正在通話中 對 但 要 我 對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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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給我奸戲都不知道殘著感 重槍 難道你還沒有忘掉他嗎 你還沒有忘掉他嗎 打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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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槍 我不相信你會出軌 江浩姐你見紅了 不行我沒事 我要去找冷紅 感覺怎麼樣 重慶哥哥 謝謝你擺盲之中陪我來醫院 我很開心 哎副總 你竟然親自帶你朋友來差檢 昨天女朋友也太幸福了吧 你看看 他是兩個月一切發育正常 您別擔心 謝謝 兩個月 陸重槍 原來你不僅出軌 你還搞大了別人的肚子 還想說 陸重槍 你元旁 你不建設女朋友 你不想說 你敢看 不建議 你敢說 你敢認識你 你敢想說 你敢認識你 你敢扭 你敢說 你敢不敢扭 你敢扭 哇 冬天哥哥 你該看什麼呢 沒什麼 既然沒事就回家晚 我的裙子 你怎麼走路的瞎了眼了你 陸家怎麼會有你這種不長眼的傭人 這位夫人 剛剛明明是你自己壯人 而且我不是陸家的傭人 那你這樣子也不像是傭人 更像是那街邊要犯的 畢太太 給我個面子 這件事情就這麼像 路夫人既然開了口 一個面子我可遇見 以後走路給我小心點 媽 我忘了今天你會在家舉辦獸宴的 我前幾天給您做了一個包 我現在就給您拿過來 不必 我由子萱送我的愛馬仕就夠 我雖然年齡大了 但也不是什麼地攤貨都背 媽 那不是地攤貨 那是頂級設計師文強的聯名限定款 也是我做兒媳婦的一片心意 閉嘴 你說說你 錢錢不會掙孩子 孩子不會生 整天就知道在家裡當助手 我兒子 堂堂陸氏集團總裁 也不知道當初為什麼瞎了一眼 娶了你 陸總有權有言 找老婆怎麼這樣 嗯 婆婆書宴穿的這麼寒酸 我還以為 陸夫人旁邊那個才是陸太太呢 你以為你們陸氏能有今天 全都是靠他自己的嗎 你以為你們陸氏能有今天 全都是靠他自己的嗎 江里 你說這話什麼意思 不是靠他 難道還是靠你嗎 子萱可是我三年前就選對你 現在他回望 肚子裡還懷了我們陸家的肚子 你還不趕緊跟我兒子離婚 你一群白眼 當年陸氏資金鏈斷裂 要不是我暗中相助 你們怕是早就破產了 當年陸重景救了我 我出於感恩幫助陸氏渡過難關 沒想到卻換來恩將仇報 你不過就是一個鄉下來的野丫頭 沒錢沒背景的 還敢說我們陸家有今天 都是因為你 真是讓人笑掉大牙了 野丫頭 我要不是嫁給陸重景 你們怕是連見我一面的資格都沒有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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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今天來著的都是江城有頭有臉的人物 能說我們沒有資格來的 只有首富江總 難不成你首富之女 如果我說我就是呢 江大小姐 你不會覺得你自己姓姜 都是首富之女吧 哈哈哈哈 這位露太太是怎麼了 天還沒黑就做出了白的夢 江大小姐 從小就被江首富保護得很好 全江城都沒見過她長什麼樣子 這位 怕不是想鑽這個空子吧 我看你是窮瘋了吧 這麼愛說大話 滾歸房間去 少在這兒丟臉信 我 給我換什麼衣服 換什麼衣服 陸重景問 你這段時間去哪兒了 兩個月後 江城首富江家 會舉辦一場盛大時裝秀 這會直接引起到陸氏服裝 能不能相往江城 所以我天天去考察了一下 看能不能拿到秀場資格 是嗎 我已經查過了 你根本就沒有去江城的行程 你到底想說什麼 你跟他要救急不然了 他還還還了你的孩子 這跟你沒有關係 我知道 你跟我結婚之前 你心裡還有他 但是你也不能婚內出軌 你還搞大了他的肚子 你把我這個妻子放在哪裡了 你 別用你那暗默的眼神看著我 你也趕緊到哪兒去 我怎麼 我全心全意愛了你三年 我伺候你全家 你嫁人女生羞辱我的時候 我都忍過去了 你不敢開向我 你呢 你卻在婚內出軌 如果你還想繼續當陸太太 那就睜一隻眼 閉一隻眼 陸宗淨啊 你憑什麼時候對我 我先跟你說 他肚子給他孩子 要是有半點茶池 只要不了你 你這心疼莫子說的 那我嗎 沒有什麼 沒什麼 我沒什麼 你終於還是忍不住 要去找那個男人了 江小姐 江小姐 聽說這三年 你把重景哥哥照顧得不行 謝謝 你還沒資格跟我說謝謝 我好心給你一句勸子 做人呢 就應該守本物 不要惦記不屬於自己 他和你結婚 只是為了跟他爺爺賭氣 他自始至終愛的都是我 你在笑什麼 孟小姐 沒想到你這麼喜歡撿破爛 陸宗淨已經髒了 如果你這麼喜歡的話 那我賞你 你這種的女人我見多了 這不過是你以退為進的手段吧 莫小姐 我很膨大 你與其有功夫的話會跟我說這些 不如求求陸宗淨 讓他娶你 江小姐我真的很愛重景哥哥 你在說什麼 江小姐 我要他要他出來 別傷害我的包包放給我 你幹什麼 啊 你幹什麼 這 重景哥哥 他本來 是是想謝謝江小姐這幾年做你的照顧 沒想到他不僅不接受 還拿酒拨我 不是 都是我活該 不是我自投 江林 你居然這麼短毒 你居然敢推進破 我沒有 滾開 越來越奪 你居然這樣 你的体質 你居然不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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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這麼多 你他在大街上 其實你居然不快 這給付老陸總沒費 就這麼迫不及待嗎 好 既然你鐵了心要走 那你全身上下 每一件關於陸家的東西 都脫下了 這是我們當時出局的原因 一趴我的經驗 這個是我們一周年紀念日 紀念日經年 你滿意了 重啟哥的丁三小姐 你還不是好 送我上去 都是媽媽和姐姐的 要是誰不要 你想要 有助心理很好 江小姐聽到了沒有 重啟哥都已經不要了 你不會 還捨不得你捨不得罪 總就開始來的太遲 從永不相見 你 擦空所有的故事 我醞釀好久卻老的掉 有的是你的名字 也許 快點兒 你快點兒 我真的不知道 不要告訴你 我心裡 看見了嗎 我兒子和子萱 才是天生的 快滾吧 我們陸家 收留你已經夠久了 你 注定和我們不是一個世界的人 打掉 我有子萱的孩子就夠了 他肚子裡的孩子 要是半個 少不了少不了 哈哈 進去 進去 是他 進去 進去 快走 好 好 avoc 他媽媽 是誰 奇怪話 兩位9999 查一下是誰的車 是陸總 這個車牌還有我的車主 信息被設置了加密查不到啊 哼 這麼神秘 看來呀肯定是爆上大腿了 會不會 金小子這麼著急的那種 嘘 呃 大哥哥 我好想你們呢 臭丫頭 這麼多年終於知道聯繫罢了 當初那小子不過就是救了你 你就非要嫁給他 現在吃虧了吧 爸 我知道這個 我 我肚子裡的孩子還好嗎 江江你還年輕還有機會 爸爸 對不起 都是媽媽 江江 其實這也是好事 這樣你就可以和陸崇峻那個渣男 決心關心了 江浩 你胡說什麼呢 寶貝女兒 後天就是你的生日 你二哥已經為你準備好了生日宴 到時候會有上百萬的煙花秀 放給你住住姓 爸 可是我真的沒心情看 這麼多年你都不在家 好多叔叔伯伯都不見過你 正好趁這個機會 讓他們看看我江明謙的女兒 究竟有多漂亮 爸 還是你對我最好 大小姐 這是國際時尚品牌愛馬仕的最新款 這是巴黎民家的收藏款行列 這是凱莉王妃戴過的戒指 還有這些 停停停停停 你們這也準備太多了吧 這都能買下半個江城了 多嗎 你可是江城首富江家的千金大小姐 只要你喜歡 所有的品牌我都可以給你買 預備 就算能幹再有錢 你會不會啊 你是我們的妹妹 我們不疼你誰疼你啊對不對 請大小姐挑選生日宴禮圖 我 江里我回來了 你 哎 哈哈哈 这就是越翻湖畔啊 听说单出一个游艇就得一百多万 哎呦 江家竟然包下了整个湖畔 来给这位姜大小姐过生日 这得多丑呢呀 哎 儿子 待一会儿呢 以后看到姜小姐就主动讨好的 萬一江大小姐看上了你 那江家不就是我們的了嗎 哈哈哈哈 從今不是都有子宣了嗎 哎哎哎是是是我老糊塗了 老糊塗了 我兒子要是能被江家看上 還有一個小小的孟家幹你 今天這場晚夜 關係到我們能不能拿到秀場資格 一定要謹言慎心 窗戟哥哥你就放心吧 我哥哥創辦的愛麗服飾 和江家旗下HJ集團有個合作 楊皇可以幫你牽牽大牆呢 是啊沈井你就別愁眉苦臉了 你看子萱你看多好看呀 對呀 剛才一路走來呀 不少人都看他呢 大哥哥 你們這不是脫我心嗎 這個是情侶約會的聖地 是嗎 那這你得管你二哥 這地方是他選的 這裡可是江城數一數二的美景 時間快到了咱們上去吧 大哥預備 準備五四三二一 怎麼樣江江好看嗎 我們倆這神鬼也太突破了吧 覺得我挑的挺好的呀 江江你還記得那些年你收到奇葩禮物嗎 這個都已經很有進步了 今天禮物不是這些 大家都已經給你備了 江江你記住 愛你的人有很多 但你一定要把愛河時間留給一致 啊 哇 天啊 這江大小姐也太幸福了吧 哈哈哈哈 江大小姐之家四年 這剛回歸 光是這煙花秀就吃幾百萬 就是 就是 一天氣派 那江大小姐這三年 她去哪兒了 今天也正好是她的生日 快看 江家大小姐來了 怎麼是江里姐 怎麼可能是她 她不過就是一個鄉下來的破裁縫 哈 估計啊 是蹭人家的郵輪玩呢 哼 她身邊的那位 不就是那天來接她的那個男人嗎 還沒正式離婚 這女人就迫不及待地 和別人共度兩相 我還送報 江里 你怎麼會在這兒 陸總 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 你和江江已經離婚了吧 江江現在是我家的人 還請你自重 江里 我勸你不要這麼急不可耐 我們還沒領離婚證 你還是我們印上的妻子 多少顧及下陸氏 和你自己的面子 你婚內出國 搞大小三的肚子的時候 不同情報 你顧及我的面子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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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陸下的人品情不及差 眼睛還小 素質也是低道的極致 江城上層的社會人看中的是臉面 像你們這樣 給你們資格來參加江家的養 你是誰啊 你有什麼資格說我們 我知道了 江里 你的新歡對你不錯嗎 還帶你來參加 江大小姐的宴會 我想來就來 還用得著別人帶嗎 忍不支持 上次你害止銳 差點流產的事情 我們都沒找你算账呢 現在又敢來冒充江大小姐 究竟是誰給你的狗膽 是你旁邊這兩個小白臉是吧 放肆 真不信我讓人把你們趕出去 好你個成 居然是個奧 別的男人烹調在一起 江小姐 你正算是要棒大 好歹你挑一挑 這樣 我在上流圈子就不爱吗 你想入我的圈子 还不够 据我所知 艾力服饰是孟小姐哥哥创办的 从今天起 我宣布HG集团取消与艾力服饰 你以为你是HG集团的江峰 还取消合作 能走 宣布HG集团 好啊你们竟敢这样对我吗 你们知不知道 我可是陆氏集团的陆夫人 信不信我让你们吃不了刀着早 你们竟敢推我闷 不去 在这江城就没有我江家不敢惹人 赶紧滚 好你个江女 竟然这么有份 只放上了江家少女 儿子 我们这样是不是就更难拿到消场资格了 先回去吧 这个江女 真是太猖狂了 他不就是帮上了江城首富吗 要我说呀 他根本就是出来卖的 妈 妈 你别着急啊 意义将尼 不过是重启穿剩下来了一个破鞋 我看他江跑呀 你把他搭提起组 时早得把他像年狗一样的演下去 闭嘴 吓死我了 你不是说有事情吗 怎么样 还顺利吗 你骗你谁不讲 你这三天秀罗她还不够吗 是又怎么样 那魂哪出轨 我还不是想帮你出了这口恶气吗 你 春季哥哥 阿姨也不是为了你好 要不你看看这个 这是什么 这是著名设计师文强的四人邀请函 听说 金开小姐 这是著名设计师文强的四人邀请函 听说金开小姐 文强 月号 两年的 真很大 阿姨 还有江家欠金 咱们只要跟江大小姐搞好关系 就尽厝 打掬符 对呀 真厉害 那当然 这村姑竟然还有这么好看 누구 只有把这些东西扔掉 文强 子萱真是我們陸家的福氣呀 我們陸是大陸江城市場 那銷量還有的籌碼 這都是我應該做的 畢竟 我跟崇敬哥哥就是拆散的一生 是啊 崇敬你什麼時候跟極璇點對呀 總不能等孩子都出生了 還生表不好啊 對呀 過了誰的說 還有 我警告你 不要再去招惹家了 啊 床底哥哥這是怎麼了 為什麼會突然在一起那個女人 不行 我絕不允許 哎 充腳你在那我給你配上照 你站那我給你配上照 江麟 我全心全意愛了你三年 我伺候你全家 你嫁人居次羞辱我的時候 我都忍過去了 你呢 你可在混地出軌 原來和我結婚這三年 他一直過的是這種 要轉到我 不好意思 二位 今天是文小姐的私人酒會 沒有要想韓進範入內 我們當然有 啊不好意思 二位請 這不是怒熊景陸走嗎 你说这本人比赵先生好看乱 他是有多不上乡 他是因为那个女伴是谁 他有多幸运能当陆总的女伴 什么女伴 我听说陆总已经结婚了 估计是他老婆吧 Oh my God Are you kidding me 这不是江小姐 能混到这里的入场圈 一定很不容易吧 是挺不容易的 今天来参加酒货的来宾 都是跟文强女士或者品牌非常渊源的 不是设计界的新秀桥主 就是时尚季的大咖 要么也是品牌的超级VIP客户 那请问孟小姐 你算哪一类啊 我 你不是 陆总也不是 那你们二位能到这里来 也是挺不容易的 你 崇敬跟个什么声音 我想在座的大家 大家都心知肚明了 一个陆氏集团的总裁想出席 文强女士一定不会去争议 本来不会 现在可说不定 说这么多废话 那么我想请问江小姐 你是什么事 是贵宾还是时尚大咖呀 都不是 穿的花枝招展的有什么用 一个乡下的裁缝 靠着出卖姿色办豪门 龙强女士最讨厌这种德行有窥之 行了别说了 将事情马上就要到了 不要留下不好的印象 这位气质出众的小姐 真的是乡下的出身的吗 完全看不出一丝妒忌啊 如果事实如此 那她怎么会有这里的入场券呢 我说哥哥 我想与礼相待 可江小姐 根本就对我没有提议啊 再说了 我说的不对吗 文强女士来了 特别 机会了 机会和字尔 你怎么就说 她怎么也不打承招糊呢 师父 还不是你在我心里地位崇高 我以示尊重财政称呼的 你是谁 文女士您好 我是孟氏集团的金金 我叫孟子轩 我不记得我的宾客名单上 有孟子轩这个名字 我不知道你从哪拿到的邀请他 但是我确实没有邀请你 今天呢是私人酒会 不接受外客 请你马上离开 我们冒昧前来还请客 听说姜氏集团 今日会出现您的酒棍 知能够引荐一些 让他滚蛋快点 OK 交给我吧 既然陆总都这么说了 我在免客就显得小气了 那陆总 您就留下吧 什么 抓难一刻 你看肚子里不发整机 多谢 您可以留下 至于这位孟小姐 请你马上离开 为什么让我走 我 我可是陆总的未婚妻 我肚子里还怀着他的孩子呢 你要不说 我是一点都看不出来呢 你 我留下陆总呢 是因为陆总长相帅气 这衣品又好 比较符合我们今天的调性 孟小姐你身上的衣服 我真是目不忍睹 与我们这里的品位是格格不入 所以请你 离开 我这图千好万好 就是看见帅哥的 孙女 我们虽然冒冒 但并无恶意 您这样说 老婆 未免败苦 过 陆总您的未婚妻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挖苦我师傅 我没大棍子把他打出去 已经给足了你们陆持的面子 完了来着都是客 再送大家和气 刚刚陆小姐说的话 我并未放在心上 不过他说的也对 我这出生啊确实是不高 是具具属实的 这个没必要互相 师父 我还有一件事情要处理 失陪一下 你去吧 师父又不是小孩子 都和重景哥哥离婚了 怎么还恬不知耻的跑到重景哥哥面前呢 不过 你再怎么努力也没有用 毕竟重景哥哥都说了 只有我肚子的孩子 曾继承未来的六十几 而你的野种 就给你打 你竟然敢打我 孩子说底线 你要是再总结 就不只是两巴掌成钱 怪不得这样理解现在体系的 原来是受江大少爷的喜爱 这五百万的镯子 不是谁说能送就能送 你重景哥哥他有的事情 怎么 他没送你啊 你在干什么 重景哥哥 啊我好疼 啊我好疼 好疼 好疼 又来 孟子轩这成年绿茶 一遇到陆冲永这杯热水 真是立马茶香四季 重景哥哥 江小姐 他想害死我们的孩子 他想他的孩子没有了 他就想让我不太累了 什么孩子 糟了 不是让我打掉了吗 装手装 我问你 什么孩子 什么什么孩子啊 你那疼我了 孟小姐 有病了就去治 你确定刚才是我推了你 难不成是我自己摔在地上了吗 那你说不定啊 毕竟你病烟烟的跟快死了一样 说不定要哪一阵吹那风 就给你吹倒了 竟然敢揍我死 刀才分明是我跑过来的时候 你推了我一把 敢做不敢当 孟小姐 现在是法序社会到处做了事吗 你可不先离开 我一旦找到了证据 我去给你告诉你怎么办呢 江小姐 你知道 你一直气不过 重景哥哥心里一直忘不掉我 但是 这是我家祖传的桌子 首先我没有起床 我反而要谢谢你 谢谢你让我脱离脱 从此不用再做深归怨妇 天黑的天面 其次 去桌子要真是你祖 看你还真要谢谢我 假货什么 这里面住了胶 长期配戴对人身体的 这个毒素呢 会渗透肌理 影响你的血液系 路总 人家好歹跟了你 你也给人家置办几件 相当的首饰吧 这样 我在路家的梳妆台上啊 还有一只鱼蛤蟆 妹妹要是不介意的话 拿去打几幅与种色 突然间 跳使用 真的吗 死了 搞过 你要怎样 撑扒 只塑装 找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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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带 好吧 她 你 你的衣服 孟子萱你剛才不是要找江家大小姐嗎 什麼 鄭主在你眼前 你認不出來嗎 你說你是江家大小姐 人家江家大小姐身份是佛董 就你這個三大王 信不信由你 我很忙的請你讓 江麗 你再怎麼聽 誰怎麼被窮 崇敬哥哥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沒事吧 世文強 我要是能幫崇敬哥哥拿到時裝秀的入場資格 他應該就會原諒我的吧 崇敬哥哥 我們快去找找他 好好跟他說說 你是陸氏總裁身份尊貴 你給他施壓 他一定會答應的 蛤 郭女士 有什麼我們就開門 見山地說了吧 只要你肯幫我們引建下江家大小姐 錢不是問題 有什麼要求儘管可以提 钱不是问题 孟小姐不愧是陆史集团 未来的总裁夫人呀 财大气粗呢 一个亿 我考虑考虑 一个亿 也太贵了吧 不是说钱不是问题吗 一个亿 就把未来的陆史集团的 总裁夫人吓到了 可以 一个亿 你可以 我不可以 我师父大人不计小人过 原谅你 我不能 我是不会帮你引荐的 回去吧 冲敬哥哥 你说江丽是不是跟他说了些什么 所以他才会对我们敌意这么大 他有什么不高兴 可以冲我来呀 干嘛找些不明就里的人当相识呢 等久不结束 我会去找江丽啊 让他说过我 江丽根本不会帮你 江丽根本不会帮你 非常感谢大家摆忙之中 来参加我们文强小姐的私人酒杯 今天呢 也非常荣幸 请到了我们世界顶流舞者 江家千金 江丽小姐 下面有请她为我们带来精彩演出 人家郑主都出来了 某些冒牌后 他现原型 我的天哪 江小姐不仅家是好 还是世界顶流舞者 人家多么英雄的人才能娶到他 又没有死 忧郁忧郁 他们虽然举止亲密 他精湛的无意让人没有任何色彩 这完全就是高级的移植氛围 也太绝了吧 好眼熟 好眼熟 小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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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一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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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易缅 真是江家千金 你是江家千金 不是我不告诉我 我 嗯 江家千金今天生病了 和我师父带着出席 不行吗 你就说 他怎么会是江家大小 不重景 你发什么神经 你还让我穿你衣 你是存心来个礼我的吧 文强 你先去那边等我 嗯 我知道 你喜欢像孟子轩那样乖乖女孩 连他 也许我不是 再说我们已经离婚了 我这个前妻想干什么 跟你有半毛钱关系 江里 你离开了我 就这么自甘堕落吗 你可以挑但是你为什么 为什么穿成这个样子 你就没有点羞耻之心 任由那个男的 那要碰你 陆总 你该不会是喜欢上了 你该不会是喜欢上了 你胡说什么 那你既然不死了 你家要不住的 你凭什么管你这么快啊 这 脸是个好东西 我见你出门的时候带着 不要再纠缠 我赶紧滚去照顾未婚妻 小弟 你 你 你有气有恨 尽管冲我来 但是你借刀杀人 你太卑鄙了吧 借刀杀人 我们这次来 是为了让文小姐 帮忙引进江家前进 你不帮忙就罢 还出言刁难 敢说 这其中没有你的受益 可是你没有在趁机打击报复 我从头到尾宫没想 你别说取一个梦 你就算找个十个八个的我也不知道 恨你 恨你 但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不值得你 再说 文强向来是个有原则的人 我也不至于拿一个朋友 去报复一个想法 大哥 师傅 抱歉啊蒋蒋 有点工作耽搁了来晚了 没事 他 没问来 没有 师傅 您不就是江家大小姐吗 为什么不告诉他们呀 这要是让那个姓弄的知道 这下巴不得下脱臼的 你都问我一百八十遍 都快念着紧箍咒了 我不告诉他 是因为如果我跟陆家说 我就是江家大小姐 他们肯定揪着我不放啊 走吧 我们回去吧 兄弟 过几日的慈善贩卖会 那否请你这尊大佛过来工厂的呀 哎 这次可是有不少好东西啊 我去 哎 先别着急拒绝嘛 我记得陆老爷子的八十大寿快到了 还没来得及准备礼物吧 我这儿有个宝贝 保证爷爷喜欢 地址发我 这条项链可真好看 一定能卖个好价钱 这是崇敬哥哥送我的吃饮之心 妈 你要把他拿去哪儿 卖了 什么 我们爱丽福士被江家搞垮了 我们必须去参加过几天的慈善拍卖会 去赚起一波好感度 更何况陆老爷子的寿产马上将到了 你难道不想早日得到他的认可 崇敬哥哥 你醒了 我看你是饶都出汗了 去帮你脱了上衣 你不会介意 又不要这么做 你能让人误会 下单能来呢 我我我 我从你外套里拿的 崇敬哥哥 他项链我很喜欢 谢谢 我知道 这么多年来 你还是爱着我 要不然 你不会这么尽力的照顾我 我为什么照顾 你现在清楚 你先出去吧 万一 你 人家 什么 你 我 你 你 帮我 我 是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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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佳佳 猜猜看 我在咱家顶当行发现了什么 什么 孟子轩他妈拿了一批珠宝首饰 到咱家顶当行给卖 果然 孟佳资金链短缺 离破产也就差只好铃 看看 陆重景 我本以为这条项链是你要送我的 到头来确实是我自以为是 现在好了 你的一番火热痴情 也被孟子轩一手卖的 真想看看 陆重景要是知道 会作何感想 你说什么 没什么 是孟佳资金链 这条项链 吃得少扒了说几条 他们气得了就卖了 是咱们这爱卖的 啊 再讲 还有点事情 这周末有个慈善拍卖会 你替我出信息 我看那个黄花梨木交易开头 预算一个亿以内 我啊 我也是没意思 HG集团总裁江浩的女朋友 又或者是HG集团总经理呢 你回来有一段时间了 有些事情也该提上日子 这次由咱们江家女伴的时装秀 全全交由你付组 只要你做到 HG集团总经理的位置 就是你的 约阳秀的卧币 谁说你 这才 我当了 不过哥 你拍完会就给我一个亿的预算 是不是太少了点 万一我也有想买东西呢 太就是了哥给你包 是啊 咱们江家有个团 只要参与竞拍的东西 就一定要立刻 绝对不能给别人 知道了 老江家训嘛 走别人的路 让别人无路可逃 记住 带一件藏品去拍卖会啊 是啊 我也将走 安总来了 安总来了 快看 安总 江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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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总 欢迎各位来到 由安氏集团举办的慈善拍卖网会 今晚拍卖的全部酬金 将悉数捐给红狮子慧 感谢各位的参与 今天这种场景 陆总也有出息 为什么没和孟小姐同框呢 二位好像从来没同框过 是否是为了避嫌呢 避嫌 避什么嫌啊 陆总要是来的话 肯定是和我女儿同行呀 但我们好多人都看到 陆总提前就已经进场了呀 你未婚妻和你未来账目亮来了吗 我去看看 今晚开篇有没有想要的 有 明代黄花离交椅 有眼光 这就是那天我和你说的适合送给爷爷的礼物 要不然我帮你运作一下 不必 慈善拍卖会 重在慈善儿子 若与我有缘 自然会到我手里 无缘强强 就失去了拍卖会的乐趣 就你有原则 小太太 这好漂亮的包啊 我未来儿媳妇送的 哎呦 真漂亮了 这看着就价值不回 大家好 子萱 你今天好漂亮啊 好漂亮啊 你今天真漂亮 哎呀 真没想到能在这种场合看见你 这慈善活动的包容性果然很强啊 这大太阳底下您没见过这多着呢 有些事情吧 你感到意外不是它不合理 是你应该多找找见识 江小姐现在攀上了更高的针 确实今非昔比了 从前也没见你这么能说会道啊 我不过就是见人说人话 见鬼说鬼话 这跟攀不攀这有什么 江小姐 你出现在这儿啊 确实不合时宜 我们呀 也是为了你好 你也不想 你介入子仙和重情感情这事 会这么多人知道吗 我介入他们感情 李夫人 你这脑子吧 还真是跟孟氏集团造的衣服一样 坏了你 大家看清楚了 我呢跟路途还没离错呢 有些人就按耐不住想揪战确诚 谁是小三 谁不该出现 大家分析 判断 适应 但是 他以后 我呀 我不想掉 孟总真的太帅了 之前就是人间理想啊 难怪孟家千千会对他如此痴迷 什么 就是那个卖劣质服装的孟家 那种小门小户连来给我提鞋都不配 也配得上陆总 听说陆总和他前妻离婚就是因为他 好可怜的前妻 看孟子轩的娇柔作作的样 我保证啊不出两年 陆总就会把他给甩喽 阿姐这我是真没办法 那位置都是我爷爷事先留好的 我可不敢乱 哎妈 冲击哥哥坐在第一排呢 我要到他身边去 不好意思 梅小姐 这里所有的位置都是固定的 您不能随便穿坐 不能 你们凭什么拦我 你们知道我是谁吗 知道您是陆总的女朋友 但是今天晚上所有的位置 都是我们安市集团董事长亲自安排的 哪怕您是他的妻子也不能例外 行了 一个座位而已 别挑选谁啊 我们到后边去坐 可以了吧 让开 哎 江湖怎么还没出现 是不是不来了呀 我的天 这谁家千金 太多有气质了 这么漂亮的女人 就应该配我安泽宇 别打他主意 他是我妻子 什么 马上成为前妻 他就是你那个 二木头的不解风情的老婆 不是大哥 你瞎呀还是傻 啊 这不比那个什么孟子轩强百倍 这几点我不靠这么少 江浩角江家小姐出席 这事连我都不知道 欢迎各位来参加这次的实战担当会 接下来是我们的第一件参与品 来自送到的顶级文物 写一三十块 提牌价一百万 复制 这个珍级 还在椰花室里挂着 一百五十万 一百五十万 二百万 两百万 三百万 三百万了 五百万 五百万 六百万 七百万 八百万 九百万 九百万 一千万 这还是第一件盘卖品 还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都排到这个价 换了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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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哎 你说我是该谢谢钱嫂子好呢 还是跟谢谢线嫂子好呢 紫萱 一会将来再加价 你千万别跟了 一千万太多了 哦一千万 有没有比一千万更高了 一千万一次 一千万两次 一千万三次 同教 恭喜梦氏集团孟小姐 恭喜孟氏集团孟小姐 恭喜孟氏集团孟小姐 开则此话 就凭你也想跟我这 不管是你想要的东西还是男人 你永远可以 这不是什么来路 别太有钱了吧 有钱是有钱 就是脑子有问题 这话根本就值不了那么高的价 这人啊 害不是个傻子 江宁 你还真是不容小觑 下面最佳拍片 一一废盘 名代至黄花梨交椅 顺便顺便 来了来了来了 底价三千万 现在开始竞拍 六千万 六千万这位小姐六千万 妈 我 我没听错吧 这个村姑 他居然交价六千万 他怎么肯就这么高的价 装的吧 七千万 七千五百万 八千万 这位先生八千万 二居 你智商那么高是不是都拿情商比的呀你 他坐在那是代表江浩 跟我竞争的也是江浩 他也是不关系 八千万一次 八千万两次 一个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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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小姐出一个亿 一个亿一次 一个亿两次 一个亿三次 欧宫系 HG集团 获得黄花梨交易 接下来这一件开品 由HG集团捐赠的顶级珠宝 怎么回事呢 现在怎么办啊 那个却坐在台下 他要是看到他送我的项链更大了 这他怎么想我啊 这一定会生气的 没事的 没事的 这条项链不可能全世界只有一条 也许只是一模一样的 就是全世界只有一条 他在师兄说了 又是冲天空的送我的那条啊 糟糕 怎么感觉好像有点玩过头了 阿姬 你没事吧 叫听 马上叫听拍摆 那东西 是我的 电影 都给我 我 不 郷 这 称许티 喜欢 跟个文 olur 他 你這一句話分來覆去罵了三年 你怎麼這樣都這麼愧 一定是你把重慶哥哥給我的項鍊 放到開門會上去 你手段怎麼這麼威逼 這麼骯髒 我老老實實做慈善捐東西 我使什麼手段 孟小姐 你可不能含血噴人啊 這那個真 你幹什麼 放 還給我 啊這個東西 我從第一眼看到就想要 可能死老公費要給你 孟子軒 孟子軒 你為了污蔑我 可真是無所不用其極啊 喂二哥 你幫我調查的人 媽 我找不到 救命啊 匆律 郑哥哥 怎麼弄是這樣 我 我剛剛在洗手間碰到了江小姐 我主動跟他打招呼 想跟他兵釋前行 他江小姐根本不領聽 姜小姐 我一时心急就把手抽出来 她的镯子就掉在地上摔碎了 姜小姐生了好大的气 我怎么道歉都没有 所以她就叫什么叫 好了姜女 你敢伤害子萱 你要有什么事 你就等等陪葬吧你 等等等等等等 等等等等 这中间肯定有什么目的呀 不是他还能是谁 难道是我女儿自己割的吗 子歇这么还疼了 姜女 是你做的吗 是我做的 怎样 你要报复我 我再问你一遍 是你做的吗 崇敬哥哥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他都已经承认了 你为什么还要反复求证 崇敬 你瞧瞧 你瞧瞧 你当中是怎么娶了一个 这么剩下心肠的女人 我的女儿还怀着孕呢 你是想害死我女儿吗 姜女 你原来在我们陆家的时候 力气可没这么重要 文文弱弱的 不像是一言不合 就下狠手 你去死 你绘牌 你怎么说的过分啦 不用说了 你那有个小终的 就是做个小终的 啊 是 我爸妈还还不够 是為了卓子 這是爺爺送給我的 用什麼事情衝著我來啊 你拿著我東西砸起你算什麼本事 家裡 過分了 他還是個孕婦 你們都給我聽好了 從今天開始 我跟孟子軒事不了地 火弱食言如同此主 蔡小姐 你的手流血了 你的手傷的很重 趕快去醫院吧 等等 是不是才親一個道具 不是這個姐姐幹的 哪來的野丫頭 相說什麼呢 剛才洗手間裡除了子軒就只有他 不是他幹的 是誰幹的 不不是他 不是他 這兒沒你事 不要玩去 這兒沒你事 哥哥不是美女姐姐幹的 你為什麼這麼說呀 我看到了 當時我也在洗手間 我看到了 我看到 他和美女姐姐吵架 姐姐想走 他不讓姐姐走 他把姐姐的桌子一扯下來 然後呢 桌子摔碎了 他就大喊大家的跑出去了 但是美女姐姐沒有碰到個姐姐 我看得很清楚 充飾哥哥 他就是個小孩 頭腦不好 他一定是看錯了 對對對 腰筒不好 我看人家小朋友ough的天 patron 我很驚喜 ー將你沒有傷害 啊 所以 你在污蔑他 不是他 不是他 哎 紫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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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麼樣啊紫萱 窗戒夫 我有話要問你 方姐紫萱剛從昏迷中醒來 如今不能再動腦胎氣了 你有什麼話以後再說吧 有些話 必須現在問清楚 陸總都是我這個當媽的一時糊塗 是媽媽錯了 媽 你好過分 那是我最愛的笑臉 怎麼可以拿去 我要問的不是這個 你是在懷疑我在栽贓陷害江里的 從臉上的前一到現在 我還比不過一個欺騙你感情的前妻 對 小孩子不會說 阿哥他沒有看到江里碰你 他才多的 表達能力也差 而且他當時在哪個角落裡待著 有沒有看清楚都是個問題 媽 您先別說謊 歸董 到底為什麼要這麼做 我沒 不是我 我說過 不要再去找江里的麻煩 你聽不懂是嗎 不是 不是他 成天哥哥 哎哎哎哎 哎哎哎 子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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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想錯了 快起來快起來 不會好 是個老弟 是 或者正 嘉玲 難道真的是我錯了嗎 可你跟江浩的關係 先生這是門口送到達 說寫送給太太的禮物 我這都以後 我這天 是 我有時候覺得自己都跟你在外面養的情婦一樣 你在女人面前沒放過氣 那肯定啊 我看你在江麗面前挺賤的 主要是 前嫂子太優秀了 我 情男自已啊 我感覺皮養了 阿姐 我有個事成問你 為什麼非得是孟子軒呢 你今儿没见着 你没见见那几个女人 都把江小姐这 生不生活泼了都快 我跟孟子轩 其实早就过去了 那孩子也不是我们 啊 是我已故兄长的 我为了不必要的麻烦 才一直问人的孩子生活 这人呐 就是将总 认定了什么人什么事 八百头牛都拉不回来 为什么 江丽要承认那件事 为什么他不解释 应该不在乎了 你看看你看看 我工具小忙 今天有事先走了 你早点回家啊 哎不在乎什么 您好 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 请和对后再拨 请和对后再拨 将领 就这么不想和我联系吗 一朵就算了 你 我找张宁 你 有事问他 江江现在没空 那他什么时候有空 对你 那什么时候都没空 此善拍卖会上发生的事件 我已經知道了 那件事 你記住我的底線除了江江還是江江 這是我最後一次提醒 管好你的未婚妻和你的家 別再找江江的麻煩 再一次好自為之 江林 我就不信找不到你 陸總要不然咱們報警吧 對咱們就報失蹤 這左右少夫人還沒給你組完離婚程去 找自己的太太理所應當呀 就不信了這一招還炸不出來他 你這是探疾生物想出來的主意 我 您說怎麼辦 這少夫人一沒電話沒朋友的 唯一的聯絡人江總 哪裡 沒車 去AJ集團 這總裁辦公室裡就是我 江江 我有件事想要告訴你 昨晚 入蟲景 啊 當我告訴他 不讓他再聯繫你了 話說的挺重的 就是不知道他怎麼想的 幹的漂亮 你好 我找江總 陸總 您沒有預約不能進去 哎陸總 陸總 江總 關於時裝秀儀事 我想和您談談 時裝秀儀 陸總 我現在沒貨 楊總 你果然在這兒 你就是你直接怎麼猜 我還不知道 陸總有私自擅闖他呀 回答我 別轉移話題 诚慧 诚慧 你来 诚慧 露儿 你来 天 家 家 我現在沒信息給你抄 把你的信號碼給我 便於以後爺爺找我給你聯繫 我自會聯繫 就不老你飛行 慢走不送 你別忘了 過幾天就是爺爺授業 你最好收斂一天 我怎麼好像在爺爺的手藏裡見過 過幾日就是爺爺的壽宴了 爺爺對我這麼好 我得好好準備一下 子萱啊 爺爺過生日 你打算送他什麼禮物呢 我送的呀 可是送他的寶貝 就是上次拍賣會拍得的那個 子萱果然大氣 我聽說 爺爺這次 把江麟那個信號碼給你 終於去 到最後都能拿出來 我叫大公子 那什麼意思 那意思就跟他 他這大公子 拋漢子 跟我爺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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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爺 爺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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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呀 你是以什麼身份到這兒的 當然是以我歸孫女的身份來的 我看你們誰敢欺負我的寶貝江江 爺爺子卿來附你 沖井江江 來 付著爺爺 爺 爺爺 我們離婚了 這不合適 哈哈是啊爸 江江剛離開咱們陸家 就被HG集團的江總接走了 人家都有新戀情了 您吶就別強求兩個孩子了 哈哈 孩子 難道你和江大少爺 許其繼續和陸沖井糾纏 不如拿哥哥先做個等級來 爺爺 您不要怪江江 他不欠我呢 他如今能和江總走到一塊 我衷心祝福他 廢話 您不祝福還能怎麼辦 我讓你把他追壞了你能做到啊 哎呀 你呀沒有江大少爺有福 討個這麼好的姑娘做老婆 爺爺 對不起啊 我瞞了你 沒事沒事 孩子啊 爺爺只希望你能幸福 爺爺 爺爺 今天是您的大日子 要不 先看看 我們給您準備的壽禮 哦 對對對 拆禮物 拆禮物 爺爺 這是我為您準備的壽禮 爸 子萱知道您喜歡古話 所以 他特意從拍賣會上 拍了副宋代真記回來給您喝壽 宋代真記 有點意思 你開什麼玩笑 這可是我花了一千萬從伯利買回來的 怎麼可能是驗品 一千萬 這花最多也就值一百 而且安市的伯利不可能出現驗品 你這一看就是著力的房品 你這一看就是著力的房品 你自己不需要 你不要我不要 江禮 你什麼意思 這幅畫當初你明明也想買的 若真是房品你又怎會跟我搶 一定是你算計我 若不是你誘導我 我總會會花一千萬買下這個房品 都是因為你 你在胡說什麼面我什麼時候誘導了你 如果你不是真心想要的話 你為什麼又不跟我爭了 根本就不是真心想 你就是想跟我 孟小姐你誤會了吧 當初是我先出嫁這一點故意吧 做過也能為我證明 當初我才嫁 一直想為了慈善事業做一些貢獻 二是因為爺爺家裡有一副真記 我想把這副房品拆下 我看到的時候 就能想起來跟爺爺鄉子的事 你 但我跟孟小姐你也很想要這句話 所以我放棄了這句話 我不知道為什麼你會說出這樣的話 實在不行了 我把這塊買下彌補你的損失 胡說 誤會 都是誤會呀 爸 子萱他平時深居檢出 那樣的場合很少參加 那不過是人家買什麼 他跟著買罷了 本意 都是出於對您的一片孝心呢 你媽剛打電話來 說家裡有事 你快回去吧 別讓他等著急了 我諷判 不要開 是 他不是 爷爷 这是我跟姜总送您的礼物 祝您福入东海无穷吉 少不凌晨过八千 这礼物太贵重 太破费了 哎呀 爷爷 你就收了吧 姜小姐 这叫借花献佛 不过这样送礼倒是省事了 不用自己准备 还能赢得全场的称赞 姜小姐 果然是个晶莹的人啊 我哪敢占这么大便宜啊 所以我还给爷爷单独准备了一个小礼物 跟姜总的这个比 实在是拿不上什么台面 哦 姜姜还给爷爷准备了什么 快拿来爷爷瞧瞧 不如东海长流水 兽笔南山不老松 爷爷 这是我亲手写的 虽然跟你那些收藏笔 剪的就是云泥之别 现成了 姜姜 我的姜姜 你真是爷爷的宝贝 距离于上次 送我的字一定是很久以前了 这下我的藏宝阁 又能新添一副你送我的字了 哈哈哈哈哈哈 你还有多少东西 是我不知道 这地子更不公平 什么厕所 报够了没有 你以为我愿意啊 是你自己差点摔倒 陆重景 我宁愿睡得满地爪牙 我也不想让你占我便宜 我占你便宜 我想占你便宜 还用等到现在 陆重景 以前是谁上岗着把便宜送到我手里 我们是要离活但不是失忆 陆总 你有没有听过过了这个村没有这个店 以前我追着赶着要给你你不要 你现在想要没赢 你到底是谁 家里 你到底是谁 陆重景你发什么疯啊 一次又一次的骗我 坏事谁不疯啊 谁骗你了 陆重景 还得多亏你的自私你的良悟 让我从失望到绝望 对你再也没有一丝期待 也没有一丝分相遇 我为什么这么对你 你不清楚 那你 你到底喜欢谁 陆总 我们已经离婚了 你现在问题会还有什么意思 请你死住 你真的喜欢江海 当然 不是 你根本就不喜欢他 你跟他在一起 就是为了气我 气到让我跟你离婚 陆重景 你有妄险证吗 你就这么痛恨我 你永远委身自己不爱的人 也要给我找不痛快 你不痛快吗 那我可痛快气 连贤迟 我怎么就没少看见你的真面 我怎么就没少看见你的真面 是我这一生最大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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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的书要马上结束 如果快我们去离婚吧 好久了 仔绅 小心 你别会不睡睡 给我把真摔挽�繁 啊 就你叫江里 gens 姑奶奶我就是 见你长辈还不赶紧行大礼 啊你哪里个鬼 猫猫業 你沒事吧 我怎麼叫你沒事吧 你沒事吧 我沒事有事的是你 誰讓你來救我的 強強 二哥 二哥 二哥你快叫救護車你快救救他 而且你也受傷了需要馬上救護車 我先替我自己知道你快點叫救護車 好 我該休息一下 沒事的我不怪你 很想補償你 不在這 是我必須 你別再說了你堅持住 醫生很快就來了 你別睡 陸蟲姐 你別睡啊 陸蟲姐啊 你不是都已經不喜歡我 你為什麼要捨身救護呢 真是越來越燙 你就剛剛打算了 那個 我剛才不是故意的 既然你醒了 我先出去 不要走 哎呀 醫生說了 你受傷了得好好休養你不能動的傷口 那麽 你的生日 我先走了 我把手機要停給你手機 沒有什麼事情過得多 一刻住 你照顧好他 是照顧人 那我就先走了 我幫你再來看 這莫小姐怎麼突然怎麼照顧我照顧我媽媽 好端端的轉那麼多錢幹嘛 去找清楚 小妹你沒事吧 你發燒了嗎臉怎麼這麼紅 沒有 我就有點熱 沒想到 這鹿重景居然捨了命救你 算他還有點良心 最重要的是你沒事 你要是有個三長兩端 我該怎麼向爸和大哥交代啊 二哥 我這不是好端端的嗎 倒是那個兇手 他肯定還有幕後黑手 這麼大個把柄落在咱們手裡 要是不好好利用利用 豈不是 浪費了他們送咱們這份大的 妹妹想怎麼做 那個男人 那個男人是個華裔 看他的伸手拳腳 倒像是地下拳城的野路 二哥 之前我讓你查諾子全身份事情 有結果了嗎 嗯 你看 你的老字很夠 我的天哪 二哥 二哥 你 可以呀這都哪來的 塞ateurs 我查到这个男人有点可疑 就黑进了他的账号 入侵了他手机端的照片库里 挖到了这些宝贝 这个男的还是个健身教练 粉丝还不少呢 华裔健身教练 野鹿子 你的意思是什么 二哥 你觉不觉得他跟我们 调查孟子轩身份信息 跟他油软的那个健身教练 很相像 对啊小妹 你可真神了 何止是相像 这明摆着就是同一个人 我这就去把这个健身教练的祖宗三代 查个一清二 行二哥 晚上请你吃大餐 只吃大餐不喝酒 白来世上做一份 喝 广告 这 至于他行凶的原因 改天 我们就会 没想到这威爷 还是个补徒呢 他债务成身 卢厂银行高利贷三方都在这 所以 他才找到孟子轩 这个陆总的未婚妻 企图敲诈勒索他 然后 孟子轩利用了这个人的贪念 借机提出巨额的取款交接 真是行恨手吧 醒醒 大小姐 我知道错了大小姐 你饶了我 想活命就回答我几个人 明白 我一定知无不言 你 你 你跟孟子轩什么关系 我 我是他的私人教练 后来我俩走得越来越近 这女的特别骚 他老勾引我 然后 我俩就搞到西块了 让他还你的事 你知不知道 看你这表情 你肯定是知道吧 我知道 那孩子是 是我和孟子轩的 那孩子不是陆总警的 当然不是 那个时候我跟他在美国 后来 不知道那女的怎么就 绑上了陆总的大腿 回国了 就把我给抛弃在那了 太后把孩子生下来之后 陆总警拿去验DNA 陆总警 你得一片痴心也终究被人踩在了 藏子轩 大小姐你电话打进来了 那是李是谁 是 是孟子轩 姐 你就跟他说 我重伤了 别乱说话 别打草惊蛇 别想耍包装 假uzzy 江陵处理的怎么样 那小妞 已经被我打进Ico了 躺着呢 这样最好 死了反倒便宜达 最好一辈子都躺在那 那八百万 我已经打给你了 等我和重景办完订婚一试 再把圣先生的力 怎么结婚 演的不错 你在这歇着吧 过两天 还得让你配合我们演话 这个录从井还真是傻 个人戴着绿帽还帮人手气 过前时装秀给梦氏跟陆氏发药警告 大招嘛 总要留到最后才有杀生 孟子轩 好好享受吧 属于你的重心捕运 昨晚的事查到怎么样了 我查到孟小姐转的一品账 是流向海外外面 过此一步好像很怕人被人发现 凶手有什么线索 凶手凶手很聪明 找了一个角落下手 我已经派人去调查了 目前还没有消息 不过 说 陆总 您不觉得这件事很蹊跷 这孟小姐前脚刚转完账 江小姐就被人刺杀了 这事很难让人不多想 孟子轩 最好不是你 妈 姜家这次的时装秀呀 从来没有对外开放过 那些时尚界的大咖门 即破头了都进不来呢 那咱们这次能来 一定是陆氏得到了姜家的认可 可不可以了 陆夫人 现如今我们两家都扶摇直哨 不如找个黄道吉日 把两个孩子的婚事赶紧定下来吧 那感情好啊 等时装秀过后 能细细商量 好的呀 这不是上次被爆出卖劣质服装的梦氏 怎么还有脸来参加 胡说八道些什么 我们梦氏 可是正儿八经得了姜氏的邀请 你说这姜氏怎么又给你发邀请函了 难道是姜浩为了感激你救了姜江 姜江也是你能叫的 你对我孟小姐了 你管我叫她什么呀 我和孟祖先本来就没有关系 我是为了不顾兄长生情的嘱托 却没想到上海的将领 阿姐啊 你是不是真的对姜江动心了 总之你别打他注意 好 好好好 走吧 道秀快开始了 重庆哥哥你来了 你怎么才来呀 快坐吧 欢迎大家今晚来到HG秀场 哇 这事是仙女吧 大人姜江怎么会出现在这 这贱人不是进ICU了吗 怎么还有命来参加 我去 好美的女人 不知道这是姜家的哪后人 好像从未见过她 我会得面相学 这女的一看就有帝王之想 归不可言了 要 这不是姜黎吗 你知不知道 这可是姜家的时装秀 多少时尚界的大咖喊挤破头都进不来 你一个破裁缝 有什么资格在这 我有没有资格 你说了不送 像你们这种没有时尚品味的人 才是脏的秀手 你 哎呀 你这脑子 你这脑子 江小姐 是我们失礼了 我差点忘了 江小姐现在 可是江少的情人 江少可真够宠你的 连这么重要的时装秀都交由你主持 可见江小姐的段位了 原来是个情妇 这么重要的秀 这江家就叫个情妇来主持 是吧 你太侮辱我们了吧 但是看她的气质 也不像小门小户的女人哪 张口闭口就是情妇 我这人设都被你们编排好了呀 今晚 我是以HG集团总经理的身份 举办这场秀 如果在座的各位对我有任何怀疑或者意义 请你们现在就回想 我会重新考虑我们的合作 江迪 我知道你被崇景哥哥抛弃了很开心 但也不能打肿脸充胖子吧 HG集团的总经理 可不是靠着一张嘴就能帮你 你这样 小心以后江总把名页给抛弃 少这么废话 来人呢 把这个胡说八道的疯女人干出去 法安 快来人住手 我看谁敢在这闹事 哎呀江董 您来的正好 这个女人 居然说自己是HG集团的总经理 你以为他面面呈会 文化行为 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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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一个弃腹 怎么可能是僵尸千金 跟我结婚三年 每天照顾我隐时起居的妻子 怎么可能是僵尸千金 将临 我们结婚三年 为什么要对我隐瞒身份 没错 我就是江家那个从来没有公开露面的女儿 江临 我隐藏身份 是为了避免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而且 也是为了我们能好做 不仅如此 要不是妹妹求助我们帮你 你们路市早就已经在三年前就破产了 将临 我不管你是不是什么僵尸千金 再怎么样 你说三年徒劳无功的人是你 被崇敬哥哥一脚踢开的人也是你 闭嘴 我再警告你最后一遍 你不要把我的修养当成一灯笔上 借口 否则 你以后就不会正好过了 阿什里小姐 怎么 你这是什么表情啊 阿什里不是你在安波留学时候的名字 怎么叫了一下就吓成这样 我不知道什么事 我不知道什么事 我从来没听过这个名字 你在胡说八道些什么 脸可以整 名字可以改 但是你做过的那些事情不管再怎么过啥 细细茶汁 总会有几个事 啊哇 这什么样子啊 我怎么觉得被照片中的女人闯得不下 孟家欣欣 我靠 没想到孟小姐平时无论有人居然 竟然还冒这口 这是新哥的 快想了快想了干啥呀 山脚 我也想这 阿什里可是醒了吗 一家人就要整整齐心 孟子轩 你怀着我的孩子是和别的男人陪伴 表情不会错吗 多么多么可悠 孟子轩 到底怎么回事 你哪里来的臭流氓 竟敢在这里污蔑我女儿清白 我找不了你 来人啊 保险把他抓走 谁都不许带他走 丑姐刚刚 有人要陷害我 不知道是从哪里找来的这个野男人 还想要污蔑我的清白 污蔑 咱们两个在一起了多少回 必须有点 我要告你 我告你诽谤 造谣 我报警抓你 够 我还要够你偷出气子呢 这是我们孩子的亲子中 拿去看 你竟敢成错 你说孩子是我大哥的 所以这些年我对你一再容忍 结果现在连孩子都是别人的 丑雷哥哥 我是他 真的不要相信他 我是不是 我竟然为了一个满口谎 心狠手辣的女人 伤害江丽 孟子轩言为是吗 你们要干什么 现在以买雄杀人罪正式逮捕你 你有钱保试沉默 但你所说的一切都将作为呈堂证供 你干什么 哎 走 周旋周旋 走来走来 快讲什么事 卧槽 所以那天是孟子轩 满胸杀人要下降临 何以恶报 这一切都是他最有应得 想不到这孟室 竟然如此类似 可怜了这江家小姐 既有多年 还颤离一世 就是啊 人前演的人模人样的 背地里还不知道什么东西呢 我看着陆家女人 这都不是什么顺畅 啊 今天是我女儿姜黎首次主理 HG的活动 没想到遇到这么多的是非 但万事开头难 今天我也在此借机宣布 姜黎从明天开始 将担任姜氏集团的董事长 我和你的哥哥们 我姜家的女儿郎啊 最事能干 这姜氏集团交给你 我和你的哥哥们 就可以安心的谢家归田喽 爸 大家稍微休息 大秀即将开始 我才不要你的衣服 你干什么 揍你 陆总真是知道我的真实身份 想从事追回来 好让我们交市继续帮助你们 陆氏的生意 是想追回你 但跟你的身份无关 我从你身份无关 对不起 虽然这三个字 我已经说过无数次了 但是时至今日 我才意识到 自己错到有多离谱 你错哪了 我错在 这三年来 一直听信谗言 对你弃而不顾 我错在从不信任你 一次又一次地践踏你的真心 你怎麼罰我都可以 但是 能不能再給我一次機會 陸丑姐你這話說的太輕鬆了 就跟我這三年受過的所有苦 在你這清片泡的幾句話裡 就這麼過去了 你知不知道 原本我們能有一個孩子 我還沒來得及聽他的心跳呢 就被你跟孟子軒害流產了 孩子 你剛說我們有過一個孩子對 是你親手毀了他 你說要打掉他 沒有 沒有 我從來沒有讓你打掉孩子 我根本不知道有這件事情 我怎麼捨得啊 陸丑姐 你跟孟子軒長 孩子我好苦好苦 對不起 對不起江江 是我沒有保護好你 對不起 再沒有人都阻擋我們的感情了 你想重新開始 想的美 我要你重新追我 直到姑奶能夠滿意了 你才有轉帳的資格 好好好 全都替你的 遵命江總 你怎麼過來了 你怎麼過來了 這裡有原因大 你出去等我 今天吃什麼呀 我都餓了 小丞毛 玉米排骨湯 沒想到 大總纏還有星星的 洗手給我做更湯了一天呢 嘉琳 再給我一次機會補充 這一次 我絕對不會幫手 你怎麼還隨身帶穷婚戒指 傻瓜不願意 每次都會 suficiente 但是嘖 在說兩次 再給我第二次 禁殺 弁殺 髮指 梅 screams 嚇命 就到